现在就看到海船1492尺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回应四广图 豪宅的标准就一定有自己的试驾 然后它这里发展上很贴心地做完鞋的位置 你看到金碧粉锅上面的吊灯都很漂亮 回到来摆完鞋就可以入屋了 推开箱子门你就会看到长车 广度是4米 长度是接近9米 再走前一点 这里就是一个隔音屏 但它是透明的 相对来说就不会影响你外面整个契德景 游轮景 契德的体育员景 狮子山景 这个就是名顺片色的景观 那烟花景就要側望 不过OK的 我们可以走一走出来感受一下 路腿两三个人站出来没什么问题 然后你听听车声 这条就是东区走廊 其实车声都挺吵的 所以它的玻璃都造势双层玻璃 但是海景就无敌 这样側望就会看到尖沙咀和烟花景 平时生活都是直望前面的沙海城 都挺超级的 然后再转过来 这边就还有一个小楼台 可以做到一个南不对楼 走进来我最喜欢的位置 厨房 厨房超级大 基本上这里就放了一个 深开蒙有雪櫃 避餐区 有一个额外的避餐桌 三五之几五六个厨师 进来煮是没问题的 有些酒柜 蒸焗炉全部齐 所有家电都明白的 煮饭区 你有一个夭形的位置 基本上放不同的食材 放进去都可以 然后一个 伸酥的水龙头 大的手洗口盆 下面可以放一些调味料 或者一些窩宝烂餐 这样的空间可以放你的厨电 好像已经有这样 任意飞沙 这里就是一个工人房 有自己的工人浴室 像这些大型的工人房 我真的很少见 还有迷窗可以透气 第一间套房 进来 这里就是套房的浴室 基本上它是用T字形 全部放在位置 坐置 洗手盆 不浴 这里就是一间小小的睡房 你看 假音频推到的 然后也是一个很漂亮的 说警而已 没有烟巴 但是视野和景观依然都很好 这边有一个客厨 下次就选得起来为主 整个色调都挺奢奢的 这里就是一间小的睡房 这间睡房就是向后 向北角山那边 相对来说会暗一点 你可以做书房 做一个工作区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海景 还有一间房 大概2.7-2.2的房 看出去都是一个海景 漂亮的 其实站出去海滨那边 整个生活都比较享受 最重要就是看一个主人房 进来这里就做了一排的大衣柜 都是一个漂亮的牌子 睡房 都有一个转角窗 还有大的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你看到船 其实都挺有限的 都挺舒服的 主人房的空间够阔落 摆位都很松 旁边有一个主人浴室 它是用拖门的 而且这个拖门的重量都可以 而且它用了牙膏面 漂亮的 整个配色来说 靓仔的 豪宅的五件图 基本上两个星盘 一个座翅 很大的收落区 就是那些女主人 有很多化妆品 这个绝对够用 一个按摩的浴缸 林浴区 这些单位是1490多尺 赤家玉璃的车位 大概是3万2到3万 车位是500万一个 说到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说的贵不贵 留言之前记得点赞 订阅支持一下 拜拜